金千帮的帮主上官金红 早就要除掉李勋欢 上一次 李勋欢被困少林寺 这上官就以为 李勋欢非死在庙中不可 因为那新建和尚和白小生 经常给他通报消息 说李勋欢呢 现在被困在藏经阁 早晚有一天的本身碎骨如何如何 他也就放心了 没想到李勋欢不但下了松山 而且新建和白小生都死了 这给上官的震动是不小的 书中交代 新建和尚和白小生 都属于上官金红手下的人 其实他们从门户 从帮派上都没有关系 只是上官金红武艺高强 把白小生和新建都降住了 然后上官又告诉新建 说如果你要听我的话 我吩咐你做什么事情 你能够违命是从 我就扶植李当少林寺方丈 如果能当上少林寺的方丈 不也是名锤千古吗 哎这新建和尚啊 就同意了 白小生在他的身边 就给他当谋士 你说上官金红 听到他的阴谋破败 怎么能够不气恨在心呢 马上派出去几个杀手 来急了杀李寻欢 前文书说到的 那四个黄山人杀李寻欢 最后的死亦非命 横扫千军的诸葛刚 也被李寻欢战败 是回到金千帮总舵 报告了上官金红 说明李寻欢 如何如何的厉害 他们斗不了 这上官才亲自出马 来保定星云庄 与李寻欢要决一死大 那么也不知道啊 这白发老人 孙老爷子 是怎么得到的这个消息 他呢 吩咐他的孙女 把李寻欢 先引出星云庄 别在家里边 如果在家里边啊 容易和上官金红碰着 真碰得一动手 真要李寻欢有个三长两短 伤在死在上官手下 那可就不好了 然后这孙老爷子 到城外边就去党上官去了 李寻欢虽然已经晓得 这孙老爷子 就是威震天下的千鸡老人 明立武林道第一 可是 他还是担心 因为毕竟上官金红 人质壮年 武艺高强 万一 孙老爷子也不是他哥 怎么办呢 他和孙小姐说 请你领我找你爷爷 即使你爷爷 不愿让别人插手 他要办的事 可是我们可以在暗中偷偷的瞧着 你还行不行 这位孙小姐知道李寻欢心意已决 他不领的去 李寻欢自己也得去 嗯 好吧 那么 咱们可先说明白了啊 到那儿可不能露头 真要是你以着你小飞刀想帮一把 我爷爷非得骂我不可 哎好好好 就这么办 说着话李寻欢从怀里边摸出一块银子来准备付这饭钱 那孙罗锅掌柜的在旁边乐 嘿嘿嘿嘿 李探皇 你吃饭免费 我 这怎么能行啊 我得给您钱 哎不用了 这孙小姐啊 哪眼睛啊 瞪了一下这孙罗锅 哼 李探皇 你不知道这掌柜的是谁吧 这是我们家我二叔 还能给他钱吗 走走走 咱们走 啊 不是李寻欢一琢磨这是谁和谁啊 怎么这掌柜的还能是孙小姐的二叔 原来这孙罗锅 那罗锅是假的 是故意猫这个妖啊 他练了一种功夫 叫金刚叠背功 如果哪一位要想给的罗锅上一拳一掌 甚至你拿兵刃往下砸 那罗锅都在弹性 蹬一下就给你弹出去 你都受不了啊 原来这孙掌柜的在此处 就是看着星云庄里边的东西 因为孙掌柜踏边的人情 他那恩人拜托他 让他在此处看后 这孙罗锅也是一位心意中人 在这开葬馆一开就十四年了 那么说他在这看着什么东西 一本武林秘籍 这个秘籍和李寻欢还有关系 不过李寻欢本人还不大清楚 咱们后恩书还有交代 暂时撂下不表 单说李寻欢和孙小姐两个人 离开馆子顺道往前走 时间不大 来到保定城西南面了 就前面有一个长亭 情在里边坐着一个老爷子 这二比较矮 也就六尺来高 可是满面红光 海下的山羊湖啊 雪白霜 穿着一身肥大的灰色长绳 腰中记着绒绳 正在那抽烟呢 李寻欢一看这大烟的锅 心里边嘣嘣嘣 使劲挑了好几下 这大烟的锅 二尺来长的杠 前边啊 很大那么一个烟的锅脑袋 一抽上烟了 冒那红火炭 就在那白天 都特别恍人眼 这大烟的锅 就是冰刃谱里边 排名第一的天机宝棒 据说天机棒神鬼莫测 令人难防 早就听说这老爷子的名头 可是这还是第一次见着过 李寻欢还要往前走 让孙小姐把他拉住了 算了 别往前走了 咱们就在这吧 在这树后的猫着 免得我爷爷看着生气 好 李寻欢 不再看这位孙老爷子 他往前看 看前面这个道 有人来的没有 还过来几拨人 不过这几拨人呢 都是平常百姓 进城里边到庄子去的 岔路都走了 约过了有半个时辰 李寻欢的两眼 阴沉下来 因为他见着前面的道上 来了两个人 这两个人都穿着黄衣衫 前边那个人 这衣衫比较长大 后边那个人呢 黄衣衫 还没有过磕膝盖呀 只见前边走的这个人 有五十左右岁 眼睛弄着腮帮子鼓着太阳磕 壮掌 骨骼也很强壮 他随随便便的就那么往前走 李寻欢就感觉到有一股压力 奔自己袭来 心想自己创当武林也这么多年了 也活了这么大岁数了 还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这绝不是因为上官金红过去那个名头 而是瞧着这个人 感觉到更令人可不 再看看跟在上官金红后边走着的那个人 是个年轻人 二十出头 这脑袋长挺格禄 是个四篮子脑袋 眼睛不小 可是瞧着这一对眼睛 太不正常了 你说 他的眼睛是既没有慈悲 也没有凶狠 说即使啊 你这眼神很凶狠的 那也是人的眼神啊 那么这位呢 简直就跟死人一样 那么在他的眼中 好像这个世界上啊 也没有什么活的东西 再瞧 在他的腰中带着一把剑 看这个年轻的这剑 李勋欢就想起阿飞腰中别的那把剑 阿飞啊 习惯把自己那把铁片子剑 从腰中一插 然后往旁边一歪 这剑袋子啊 是向右 可是这位呢 把那把宝剑往腰里边一插 剑袋子是向左 莫非 这位是左手剑 因为他剑袋子向左呀 他用左手往外提剑方便了 一般的人可都用右手剑 用左手使剑 招数就非常奇特 令人难以抵达 李勋欢 看着看着 他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就见前边走的这个人 和后边走的这个人 两个人走的那个脚步 非常的特殊 你看呢 就前边走这人 每抬起来那一步 正是后边这个人呢 踏上了那一步 就好像这一个人呢 是长了四条腿 那么往前脉步 而且每一步都那么脉 两个人就像一个人似的 看到此处 李勋欢 病脚冷汗就坐温腿了 因为前边来的这个两人 就连走步 都配合的如此奇妙 可想 真要动起手来 他们的武术 得配合的天衣无缝 令人难防 前边走的这位 就是金钱帮的帮主 上官金虎 在他的背后 暗藏了一对子武拥奉 那么后面跟着的这位 就是他的得意传人 也可以说 是他唯一的门徒弟子 叫金无命 您听这名起的 叫无命 本来啊 这位就没命 那跟谁动手 也不存在什么死不死 活不活 金无命在上官金虎手续学艺 已经学了十几年了 上官对他是倾囊而赠 金无命已经成为金钱帮的第一杀手 那么这一次 上官金虎来宝定星云庄 找李勋欢决斗 他出现点闪时 他有意带他来 就这一人两个 一前一后走着 谁也不说话 忽然 就见上官金虎停下来 金无命在后吗 没用师父说什么 也停那儿了 两个人当中的距离 还是一步远 因为上官已经看到 道旁边这个亭子里边 坐着一个老头 这个老头正在那抽烟 叭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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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烟堵出来 整个亭子里边都烟气缭绕 这老头并没有抬脸看上官 可是上官已经把他认出来了 天机老人 上官回头瞧瞧 金无命 然后奔停下来 金无命还在号码跟着 这一人俩来得亭子切尽 上官小声说了一句 你不必进来 这金无命听到他师父反复 可是没有回答他师父 往亭子里边来 到了孙白发老爷子跟前 双手一抱 失了一理 上官失礼 和一般陆林道的恋家子 有些不同 你看别人失礼 那都热热乎乎呀 称雄论地 可是上官呢 显得有点勉强 不太情愿 因为他已经多年 不欲别人抱全失礼了 但是借着天机老人 还不能不失这个理 天机老人 只是冲他点了点头 没说什么 上官惊鸿 跟着问了一句 可别多年 您还好吗 这老爷子又是拿鼻子哼了一下 这袋烟呢 抽尽了 灭了 老爷子 老爷子 慢慢的 把这烟灰 磕出去 又从这皮口的里边 抓出了一把烟 放在这个烟的锅里边 用手又按了一按 又添进去点 伸手 往皮囊里边 摸这火石火莲 他这手 刚要一摸火石 就见上官从怀里边 把火石火莲掏出来了 往前跨了一步 刚才他们俩说话 中间还有距离 有两步多远 他往前的一跨步 是要给孙老爷子点火 李循环在暗中瞧着 心就皮子仿在耳边了 你看这二位 稳稳当当在瓶子里边站着 这是武林界最高的 拔了尖盖了帽的 两大高手 是不出手 咱们把牛 真出手 可能力伤人命 那么上官能不能 借着点火之机 偷着下手给孙老爷子一下 别看孙老爷子 名列第一 上官列第二 可是先下手未强 后下手遭殃啊 李循环 能不担心吗 可李循环 毕竟定力颇稳 他心里这么想着 原地还是没有度 那位孙小姐这时候 倒显着呀 很沉着了 一会儿瞧瞧李循环 一会儿往前面那亭子 看一看 就见上官金的红 啪 啪 磕了几下 这火石火莲 突的一下子 把那火纸磕着了 往前一臂 你看他这一个手 拿着火纸 往前来 给孙老爷子 点了盐的锅 他另一只手 拿着火石火莲 就放在自己左臂的底下 这叫按手啊 伸手不见手 不知群 从哪里走 按手招数发出去 令人没有防备 那么这孙老爷子 往前一探身 就让这上官金红 点火 可是 他手拿着烟袋锅 这姿势很讲究 怎么拿的呢 他是大拇指和食指 掐着这烟袋锅 另三个手指的 我抬起来 这手指尖 就指着上官金红 那按手 那手背 你看李勋欢 藏身的地方 距离亭子 不是很近 可是李勋欢 两眼如电 把这一招一试瞧得 清清楚楚 心中暗教 天机老人 这一招防得好 上官金红 用火指 给老爷子点的烟 可这火指是 着来着去 着来着去 都快着没了 几乎都要烧着 上官的手指头了 这烟袋锅啊 还没被点着呢 但是上官 始终是不动 还是那么掐着指 就在这指要着尽了 要彻底灭了的时候 突的一下 烟袋锅被点着了 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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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老爷子呀 抽上烟了 上官 往后退了一步 站在亭子口处 两个人 中间又有两步的距离了 李勋欢这些 才放到原处 张才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场较量 你看别人感觉不到 李勋欢这样的人物 那是感觉太深了 他自己就琢磨 如果我要面对上官金红的话 我是否能像天机老人这样沉着的 把对方招数化解了 上官 看着天机老 这天机老 还抽着烟呢 抽来抽去 他光往里吸 不往出吐了 老半天 才慢慢的把他烟吐出来 喝着他这嘴呀 就像个烟通似的了 就见那烟啊 成了一个柱 在亭子里边 说 忽然 天机老人 王辉一吸气 这些烟 说话又不得嘴来 他猛的叫气功 往出一蹦 这一团烟 是砸出亭子外 就听着啪的一声 这一手功夫 是江湖绝技 闭烟剑 真要给谁往脸上削的话 不死也得重伤 呛那个蒙头转向了 上官金红 又往后退了一步 报万功手 孙老爷子 多年不见 您的功夫比过去又坚强了 在下告辞 后边的救命 就像死人似的在那站着 你看他师父要不动手罢了 真要使他师父动手的话 可能他那一剑比的师父还快 就刺到对方的身上 见他师父没有动手出了亭子 奔来的那个方向走了 他赶紧在后边也跟着走了 时间不大 这一家他已经走得无影无踪 李勋欢和孙小姐赶紧跑出来 来到亭子 与孙老爷子失礼 李勋欢 聊一今儿跪在前边 这位孙老先生仰面打笑 李勋欢 快请起 李勋欢说 老人家 您和您的孙女帮了我的大忙 李勋欢 不知如何才能够报答 这孙老爷子听此言 拉着李勋欢的手 让他站起来坐在旁边 李勋欢 早在多二年前 我就知道咱们陆林道上 除了你这么一个人 哼 你文武七彩 行侠仗义乃江湖豪侠 却被别人说成 十九五度 广场嫖记的风流浪子 而你呢 也不做什么解释 现在 有很多人 看着你活在世上 他们心中就不舒服 上官金红就是其中的一位 可是我想 像你这儿的好人 陆林道不多了 再死了未免可惜 李勋欢一听 心中发热 眼圈火 孙老爷子瞧着他 嗨 你要能听我的话 你没有必要在那星云庄逗留了 你在星云庄逗留 是惦念着你的表妹 林石云 可你岂不知啊 就因为别人知道你惦念他 所以说 才要害他把你引出来 如果你要是一走了之 别人也就不害他了 再说过几日 龙啸鱼也就要回来 你更没有必要在此处长留 而你应该多关心一些 你的好朋友阿飞 老爷子直言不讳的这么一说 李勋欢一公道地 前辈 您说的太对了 我马上就走 可是阿飞确切地点我不清楚 还望您指教 老头伸手从怀里边 拿出一张纸交给了李勋欢 李勋欢一看 想的太周到了 这是一张图啊 标着 李仙和阿飞 现在隐居在 离此二百里地开外 一个山沟之内 顺哪条道走 怎么进树林 往哪去 上面标的是清清楚楚 看完了 他的图往怀里一掖 告辞 离开宝定 取路 前去找阿飞 简短揭说 李勋欢 他一天就跑出来二百来里地 傍晚的时候 他过了一个小镇 来到前边山沟的树林边 忽然 忽然 他就听着身后 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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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他赶紧躲在一个树旁边 回头一瞧 进来了一场小轿 这才是踏破铁鞋 无比处 是得来全部 费功夫 本节目 由哈尔滨大地评书艺术研究所研究录制 刚才播送的是长篇评书 多情见客 无情见